哈喽大家好 降低这个渠道成本的第三点 就是要去使用Google Play 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三方支付的这个功能 那虽然我们在解读这个政策的过程当中 就发现它可能只会节省这个4%的这样的一个手续费 然后可能操作起来也会比较麻烦 但就说如果你不去使用这个功能 那在未来如果万一这个政策发生了一个变化 你就相当于会比其他已经使用了功能的小伙伴 在认知上面来讲会减少一部分 会有一部分的缺失 当然我是不鼓励大家用你的主应用马上去使用 因为我们听到过的像Tinder 像几个比较大的这个应用 肯定是跟谷歌单对单的谈过一个不同的deal的 那所以大家有一些小的应用可以去申请一下 那你去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操作和情况 那实在是太麻烦 那小应用我也就不要了 那对于游戏来讲就是在韩国和印度 是可以接入三方支付的 那同样在这个点上面 我到时候再根据它的这个细则 给大家分开的录一下 韩国和印度用三方支付的注意事项 但重要的点就在于说 既然平台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功能 所以大家还是要选用一个小一点的应用 在它符合的这个范围内 去尝试走一下这个流程 来降低你的渠道成本 好的 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三条路径 发行为了解力有些什么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 我们的观众 请不吝点赞 我们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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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观众 我们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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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观众